Hello大家好,我是华生 我是阿希 今天这支影片呢 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有收到私讯问 我的打工度假签证快结束了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 我可以继续留在澳洲呢? 通常说留在澳洲 也是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希望留在澳洲再多几年 可以打工赚钱 那另一种就是希望 能够申请澳洲的永居PR 其实不论是哪一种需求 都绕不开申请签证这件事 其实我之前一直很固惑 既然已经拿到PR 就是永久居留了嘛 那为什么还需要申请签证? 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误区 我们常常听到的永居或者是PR 其实是拿到了可以永久居留的长期签证 这个签证的有效期一般是晚年 到了期你还是需要去续签的 等你持有这个签证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就有机会可以转成澳洲公民 然后就真正的可以拥有澳洲的护照 那如果大家有稍微了解了一下 这些留在澳洲的途径的话 应该会看过很多各式各样的数字组合的签证代号吧 对,大家看到这些代号比较害怕 简单来说呢 一开头的就是永居类的签证 那四开头的大家应该就会比较熟悉的 像417啊462这种打工度假签证 还有485临时毕业生签证 这都是属于工作类的签证 那五开头的呢就有学生签证 六开头的就一般是观光签证 那些分类并不是绝对的 就是让大家有个整体的概念 看到不会害怕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继续留在澳洲 第一步呢就是要拿到长期签证 但是我要先声明一下 我们并不是专业的留学移民顾问 以下的所有资讯呢 都是我们自己去查了官网 然后统整给大家做参考的 如果大家想要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或是有任何的意见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让我们知道 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整理了三种 比较常见可以拿到长期签证的方法给大家参考 那第一种呢就是你遇到的另一半 恰好就是澳洲公民或者PR 你就可以透过配偶签来实现永久居留了 没错 这个方法呢通常是最快可以直接拿到PR的 但是如果你遇不到这样另外一半呢也没关系 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愿意担保你的雇主也是OK 如果你有某些技能或者专业是满足雇主担保的要求 同时你又找到了合适的雇主 那你就可以申请雇主担保工作签证 后续再透过职业评估申请189或190永居类签证 长期留在澳洲 但是呢这种机会通常是可遇不可求 然后如果你直接申请的话 它的门槛其实蛮高 所以比较适合大部分普通人的方法 还是第三种 就是学生签证 不只可以学习你感兴趣的领域 还可以在这个期间合法的工作 实现永居的路径呢就是在毕业后申请485临时毕业生签证 再透过找到雇主或者是职业评估 来申请长期永居类的签证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重点分享这四个部分 如果你刚好也想申请学生签证的话呢 记得先帮我们点个赞 印象会更深刻哦 那我们前面有说到 实现永居的路径之一呢 就是申请485临时毕业生签证 在澳洲工作 所以你至少要确保你在毕业的时候 能够满足申请485签证的条件 首先呢在2024 7月1号的新财年之后 有两个关于485临时毕业生签证的新政策 第一个就是最高申请的年龄门槛 大幅的下修了 有非常多哦 但是如果你是拿香港的护照或是B&O护照 那就维持50岁以下都可以申请 现在就有点后悔 我为什么没有香港护照 另外呢可以申请485签证的时间长度 也都有调整 包括了记质课程 学士 硕士 博士等等 第二个是它的英文成绩门槛也提高了 包含雅思啊PTE或是托福这些 全部都提高 但是如果你拿香港或是B&O护照 雅思只要6分就OK咯 以上这些成绩都是需要在一年内的新成绩哦 而且所有申请材料都需要在你申请签证之前就准备好 缺一不可哦 除了485零时毕业生签证呢 申请学生签证在2024年也有两个新的变化 第一个呢就是从今年的5月10号起 主申请人的财力证明 从原本的24505澳元上升到了29710澳比 看来澳洲生活成本人是在节节上升 澳洲政府也怕大家会饿 所以就把这个台力证明的门槛调高了一些 第二个呢就是从今年的3月23号起 全面要求申请学生签证明要提前准备好英文成绩 像是我们常见的幼教啊西厨啊木工啊这些 大家经常申请的既职课程 如果你不想搭配语言课程的话 就需要达到最低的入学要求 比如说雅思6分啊 PPE50啊等等 那如果考不到雅思6分怎么办 那最少也要达到5分 这样才能配一定的语言课程 学完之后达到入学的门槛 如果你现在的英文程度 连拿到5分都有点困难的话 还是建议你可以先从语言课程开始读 然后慢慢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之后 再去申请其他的专业既职课程 如果你现在还在挡足架 之后有打算去申请学生签证的话 就真心建议你 一定要提前把自己的英文能力培养起来 这样到时候才不会陷入 无尽的考试地域 没错 因为我们身边就真的有朋友跟粉丝 怎么考都考不过雅思 然后最后是靠上了PTE保证班才考过的 考不过你还可以终身上课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要了解PTE保证班 或者是英文口说的免费体验课 可以在最后私讯我们的IG哦 所以说总结以上的新政策变化 就是年龄、财力、英文能力、缺一不可 而且近期澳洲政府为了抓那些 假读书真打工的人 他们审核学生签的标准也是越来越严苛了 下面我们总结了七个重点 希望可以帮大家降低拒签的风险 第一个是选择低风险评级的教育机构 这个低风险指的是这个学校过往在澳洲政府那里的表现怎么样 我尝试查过了但是在澳洲目前的官方机构上面并没有明确的一个等级划分的表格 不过他们有提供一个试算表 你可以输入自己的个人情况去了解一下你申请签证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风险等级越低的学校和申请者需要准备的材料就越少 嗯好希望大家有听明白 因为这部分还是有点复杂 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或者是可以咨询专业的留学移民顾问 这样会更清楚 没错 第二个是选择跟你过去的学习经历或是工作经验有相关的课程 这个应该比较好理解 假如你大学读的是餐饮管理系 然后你突然想要申请澳洲的幼教 那这可能就会有一点点突兀 除非你可能之前有相关的工作经历 或是你有一些什么启发 可以去解释你的这个学习动机 但最好的当然是你大学本来就是读幼教 然后你也有在台湾的幼儿园实习过 那选择申请澳洲的幼教 再继续往上深造的话 就是比较合理的 第三个呢就是满足真实学生的要求 还有鬼学生啊 AI虚拟学生 不是啦 以后问你申请学生签证的动机和计划是什么 那你需要讲得清楚并且提供相应的证明 那我要怎么证明我不是虚拟学生 大家可以参考移民局对于读书计划的要求 去准备资料 第四个是你申请的课程跟你未来就业有高度相关连结 这点呢跟前面两点类似 但是更多是偏向未来的规划 例如你申请的是社工专业 那你就要去说明在欧洲读社工对于你未来的GI规划 有什么样的帮助或是加分的好处 这一般就需要你真的去做一些课程的研究 然后对你自己的GI规划真的有想法才能说明清楚 嗯 再来第五和第六点就是前面我们也有提到的 提供足够的资金证明和满足要求的英文成绩 没错 最后一点是在你申请前就要把所有的文件跟资料都准备好 提交完整正确真实的资讯 就可以大大提升你下签的几率啦 再来我们挑了五个被问了7749编的问题 看看你有没有怎么样的疑惑哦 第一题 现在政策好像紧缩了 我应该现在申请学生签还是先回台湾 看状况再决定呢 如果你现在还是持有打工都要钱在澳洲的话 那我们建议你在境内就申请 因为你在申请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照样工作 申请下来之后马上也可以开学 如果说不幸被拒签了 你还可以申请上诉 那境外申请的不确定因素就会更多 第一个是下签的时间不一定 所以你的可能机票啊还有住宿这些都没有办法订下来 然后如果赶不上开学的时间 还有严格的这些手续 然后拒签也没有办法上诉 只能再次申请 主要是目前的旅游签和毕业工作签证 是没办法在境内直接转学生签证的 所以目前手上还持有打工度假签证的包包呢 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可以先好好的规划你的读书计划 然后还可以联络一些代板 带你去参观学校 甚至是参观你有兴趣的这个专业 他在读什么 未来再做决定 第二题 通常都是依照你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经历 再考虑你留澳的几率 去挑选合适的课程 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 建议大家还是去找专业的留学顾问 一对一咨询一下 这样才可以提早的准备需要的资料 提高过签率 第三题 超过35岁还能申请去澳洲读书吗 其实是可以的 澳洲并没有歧视大龄学生 我们认识的留学顾问公司 之前也有代办过 58岁的去澳洲学习英文的 只是因为年龄比较高 移民局就会提高申请的门槛 所以一定要遵照前面的七个重点 过签率才会有所提高 第四题 我想要申请学生签 但是英文不好 或是目前还没有英文成绩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再三建议的 希望大家尽早的去提高自己的英文能力 其实可以考虑和我们一样 每周固定时间和外师上线上的英文绘画课 也可以去针对的去学习亚思和PTE 那目前澳洲移民局跟大部分的学校 接受的英文成绩呢 像是亚思啊 PTE 托福 建桥等等 那我自己是考建桥 然后华生是考PTE 选择PTE是因为 PTE的全机考 也是大家公认的 能够在短时间内 快速达到高分的 最后一提是 常见的学生签拒签原因是什么 那我们整理了七个 我们比较常收到的一些原因 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 连续多年打工度假结束之后 立刻申请了 无学历等级的纯英文课程 或是没有特定专长的商业课程 这其实就比较明显 读书的动机不足 对 就是想单纯的延长签证的时间 第二个也是 连续多年打工度假结束之后呢 你有短暂的回国了 但是没有正式工作 然后又回澳洲申请了一个 轻松便宜的课程去念 轻松便宜课程一般就是指 课程的学费 比其他的课程明显低很多 然后你又不太用去学校的 这种风险就比较高 第三个是 你有多次 境内转换签证的记录 可以申请的工作签证 基本上都用过了 然后最后才申请了学生签 因为多次转换了签证的话 你都会有一些记录的 你的目的其实蛮明显 是你想要留下来继续 打工跟生活而已 第四个是 超过35岁 然后从来没有到过澳洲的 大龄申请人 在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有强烈的学习动机 并且可以证明你是 真实学生 那其实不用太担心 澳洲并没有其实大龄学生 第五个一样是超过35岁 你到澳洲申请 跟你的学历 还有工作背景 都没有相关 动机比较薄弱的这种课程 就是我们刚刚举例的反面 第六个 在海外你已经是精英硕士毕业生了 却到澳洲降级读书 那就必须在你申请的时候提出强烈的一个学习动机 去说明 为什么你是降级到澳洲读这个专业 最后一个是你回国的动机不足 因为澳洲最怕的就是你赖在澳洲不走 这种情况就是建议在你申请的时候 多付一些你和你家乡的连结 比如说你要回国创业 你的家人啊 你的宠物啊 你的工作啊 对 一定要回台湾 不会留在澳洲 去证明这件事情 不知道听到这里 大家觉得自己申请学生签 通过的概率大不大呢 但是还没完哦 明年2025年 移民局又有一个重大的变化 就是将国际学生的总数量 要控制在27万人以内 这主要是针对高等教育 或者是季职课程 像是VET TEF的留学生 所以如果你是要到澳洲读英文 或者是读中小学 或者是申请预课的留学生 就不会受影响 那现在留学生的数量 不是会影响到各个学校的招生和收入吗 没错 所以目前各个学校可能的应对措施 就是 涨价 学校招生人数减少的情况下 可想而知 学校也会相应的提高 对学生的年龄 学历 工作背景 和财力的审核 避免学生被拘前 所以 如果你有打算要申请学生签证 请你尽量把握在 2025之前提出申请 然后尽早准备好你的英文成绩 还有所有所需的材料 现在有一份免费的咨询表单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关于学生签证的问题 我们会请专业的留学顾问 帮大家解答问题 那最后记得 思绪我们的IG 就会收到PP保证班 还有英文口说免费体验课的资讯咯 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